是吗 OK 这样的话就format 那不过你format 可是你现在format之后呢 他因为呢 它的格式怎么样 还是数字 所以即便你做完format之后 即便你做完format之后 丢过来虽然它是个文字 可是在eSale里面不知道你没有输入过那个 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比如输入09多多少 按enter之后怎么样 三条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先格式化成什么 先把它格式化成文字 他就不会 把它删掉 所以呢如果我们format 刚刚写这个程式下去还是不会work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先把这个格式先改成 你要 变成文字 所以要怎么变成文字 首先的话要在这个地方 把它改成什么 这地方针对这个cell 它里面的那个有个属性 属性叫什么呢 属性叫lumber format format locate lumber format locate 很不容易 我教过一个技巧 其实理论上sales 点下去应该会 点之后应该要出现 可以让我们选的 可是这个物件很奇妙 就是没有 但是呢 range里面就有 所以 我有时候会这样 偷懒一下 教过一个小技巧 你先把 sales 改成range 对不对 然后移到最后面 点下去 那个单字叫lumber format locate lumber format locate 如果有时候你要去 打这一串字 有时候 怎么打错 打不如你把 sales 改成range 然后按个空白键 你打个n 就出来了 等于什么呢 等于 一个小老鼠 给他 这样就完工了 这个意思是说格式化成什么呢 文字 在VBA里面就是这样表示 然后呢 再传给他一个 4码 就OK了 这个是一个 小技巧 应该书上不会这样教了 我只是 教过如果说 那你自己如果要打得出来 你就打 lumber format locate 有时候我觉得 光要记这些属性 太冗藏的东西 打都会打错 所以教过一个 小技巧 把它change成range 点下去就出来了 记得要改回来 不然你会觉得奇怪 怎么不walk 因为你没改回来 OK 好了 我们来试试看 改回来之后 我把这些删掉 然后再点下去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自动就补零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流程 刚刚主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 把它格式化成文字 那为什么传这个文字 其实很简单 按右键除了格式 文字里面 设定就会有一个东西 出来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给什么格式 反正没关系 你做完那个格式 按 制定 把那个格式 复制起来 贴过去 就会是你要的格式 所以 就是 这样子 这是 小诀窍 这个也是 这书里面好像没讲 这都是 自己的实物经验 OK 那这边的话呢 就把它贴过去 再来有格式化之后 再丢给他什么 丢给他 formate 过之后的 什么呢 这一个资料 丢过来之后 就会是我们要的 OK 所以最后的话 其实以后呢 你要填资料 就是 点一个 它自动带出来 编号 而且是格式化的 然后单价也出来了 再来流程就是你打一个 20 然后你 这边要带出来 结果 可是不是用这个方式 是用 就是 VBA的方式写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放给各位